郑中姬 你確定嗎 接下來讓我們歡迎 郑中姬 你都聽到了 我相覺得我在做夢 耳機都聽不到音樂 然後一緊張我就找不到歌詞 有有有 1 2 3 2 1 新郎 新娘和賓客注意了 注意了 根據線報 新娘從15歲就有一個超級偶像 請問是誰 從15歲開始就很愛的一個歌手 然後一直去看他的演唱會 郑中姬 你確定嗎 我們是不是跑錯場了 不好意思 我隔壁 不是這場嗎 等一下等一下 不是 你不是還有去看超級星期天嗎 你不是有 對啦 哈靈啦 為什麼會有郑中姬這個名字出來 郑中姬這答案是什麼 我們訪問了她好幾次 她沒有講過郑中姬 休戴機咧 這個場面沒辦法收拾 這個效果做太足了 太足了 休戴機咧 請問剛剛哪一個靈光異閃 讓你想到了郑中姬先生 錄不下去 郑中姬啊 哈靈 那為什麼剛剛出現了郑中姬 到底怎麼來的 郑中姬是高中 高中 所以你國中是哈靈哥 高中就換了 再換回來了 又換回哈靈哥 接下來讓我們歡迎 郑中姬 你都聽到了 你都聽到了 我有戴耳機啊 耳機拍手拍出鞋 我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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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耳機沒來嗎 不是 我是我們 題目沒問好 我們的錯 線索給錯 可能是因為我在這邊 影響了整個活動的執場 首先 先問一下芝山 你有感動吧 這是我們千辛萬苦 喬來的本人 余澄慶 其實你真的是 惡夢 惡夢 美夢 怎麼搞的 我真的演 你有什麼話對 你真的以為是小蝦對不對 就國小 不是不是國小 就是國小 國中的時候 國小差不多 國中的時候 去那個Super Sunday 然後我國中書包上面 還有你的簽名 對 結果聽說書包被媽媽 媽媽 媽媽在家 媽媽 媽媽書包在哪裡 她為什麼後來不喜歡我 就是媽媽主持 就什麼鬼話 還有一點就是 還有那個 哈琳哥是獅子座的 我很喜歡獅子座的男生 他也獅子座 等一下他講 他是射手座的 獅子座 他是獅子座 今天新娘就 沒事 我可以想像就是哈琳哥 他心情很複雜 最後一次唱婚禮歌手 應該是 他人生再也不會接這種通通 你不要這樣講 第一次 真的啊 對啊 謝謝 謝謝哈琳 第一次 沒有想到 非從中 誤會 誤會太大了 人誤會 不然這樣子 您再出去一次 我們重訪一遍 好啊 咱們這一段就不播了 剛剛這個 他現在比較脆弱 你出去再來一次 我這樣他一定講於澄清 而且我跟你講 好不好 我剛進來啊 欸欸欸欸 現場很吵啊 因為很high嗎 我耳機從清不懂音樂 那是您自己耳朵的問題啊 那是我耳朵的問題嗎 那是我耳朵的問題嗎 沒事沒事 年紀也大了 緊張喔 我又找不到歌詞 有有有有有 看到你太high 大家太high了 如果覺得唱得不錯了 咱們掌聲再給這個大哥 我整個 沒事沒事 好亂了 好亂了 好聽好聽 沒事沒事可以的 你看那個名 平息一下 知山林 你真的把我們這一局啊 搞得真的是 大家都嚇壞了 搞亂了 原本是我們要給他驚喜 哎呀受不了 結果他給了我們一個驚喜 還是我們在台上直接補一個簽名 好不好 對 這個還第二位 那個書包啊 雖然找不到 對 阿妮哥 我等一下 我要簽誰的名字啊 阿孝遠 阿孝遠 簽您的名字 簽 當然是簽您 余承慶 這樣子轉彎 好危險 這樣子轉彎 阿亮已經玩完了 我好不容易回來 亮哥歡迎光臨 我們剛剛講什麼我都沒聽到 好不容易回來 歡迎回來 好 我建議你們等一下 我 你不要走 我也控制不住 好啦我待會兒要站起來囉 亮哥站起來 先不要 先不要 好我想站看看 好 站了亮哥站了 亮哥站起來是不是 亮哥站起來 亮哥先跪 亮哥先跪 OK 亮哥你瞧一下你的腳神 阿亮啊 讚囉 亮好險 阿亮 亮的腳神OK啦 亮阿亮 亮阿亮 對 先跪 亮阿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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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老人很心酸 對 亮阿亮 亮阿亮 我好想看阿亮 我看一下 亮阿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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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樣你再對你死都快拉出來了 亮阿亮 好心酸喔 好心酸喔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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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陡喔 好心酸 我不想嘗試 大伯好 他是來喔 我等一下問你 他說我們有沒有見過 他說你哪位啊 大伯就是你爸爸的哥哥喔 沒有爸爸哥哥最大的 最大的哥哥 大伯你好 你好你好 我哈琳啊 你變胖了 你變胖了 哇 超像話 你這應該是想他吧 阿亮變胖了吧 我說阿亮 你知道 阿亮本來都這樣啦 你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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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本來就這樣 本來就這樣 要胖一點吧 大伯你要配一點 小說出來 小說出來 喔 小說好 小說好 喔 明星臉耶 小說 你怎麼那麼像 可是我這樣 我們有見過對不對 有見過 這個確定 這個確定有見過 小說 這個臉實在太像 對啊 看到哈琳哥 看到我小說的時候 那種眼神 對啊 那個眼神 好像看到我老爸一樣 心情真的太愉快 有見過